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架是Super C Class Dohlin 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沿岸的 运输名额 不過, 要把大陸和在離島居住的 接近一百萬人連接 未免太大工程 用盜輪是唯一一種 可以每天載幾千人 車和無數貨物的可行辦法 這艘船長一百六十米 重一萬噸 可以載接近二千人 三百七十的車 和三十二輛貨櫃車一起航行 這款船總共有三艘 是世界上最大的雙頭渡輪 這款船不單只有兩道門 還有兩個駕駛倉 兩組螺旋槳 兩個船舵 四副巨型柴油引擎 和一些先進的工程技術和安全系統 讓它不會沉沒 看看原理是怎樣 好像Costal Celebration 這類雙頭船 其實就像一條有引擎的浮橋一樣 是一頭駕駛上船 另一頭下船 只要二十分鐘 就可以讓所有私家車和貨車上下這艘船 不過這樣設計也有問題 兩邊都裝駱船長 是就是可以很快地出入港口 但是怎樣運作呢 首先是推進 這幾副巨型引擎 負責推動兩部發電機 甚至足夠為兩萬戶家庭 供應源源不絕的能源 在船上就會供電給大型摩打 每組螺旋槳一個 轉方向的話 只要將電送到另一邊就可以了 螺旋槳的裸距可以調節 令船隻有很強的機動性 如果不用的話 掌業就會跟水流平衡減少了你 這幾項特點 令船沒有分頭和尾 不過船這麼大這麼有力 要用特別的工程技術 確保零件頂得住 摩打以超過二萬一千匹馬力 驅動螺旋槳 即是等於六百匹普通的營外機 可變特輪軸系統 每分鐘可以調節幾百次活塞 令引擎運作更加有效率 這麼大馬力 它用螺旋槳的主軸會有很大壓力 所以會用特別的油膜背鱗 去承托主軸 防止它會受力變形 船隻的其中一個螺旋槳 就在這棟鋼槳後面轉 不過它也有自己的問題 這種船首先要面對的 是嚴重破壞性腐蝕 掌業很大 會形成很多氣泡和很大的水壓 雖然這樣有利於推進 但壓力亦會將氣泡壓縮 令它們過熱, 雞而爆炸 這種就叫做氣月現象 如果掌業不用特別耐用的 特殊合金製造 就會因為這樣而破損 設計師用了很多心思 去確保船上的零件不會出事 那乘客又怎樣 火警對船來說, 一直都是很大的問題 有些船員會受訓為消防員 每手都會有一對當值 但如果真是火足 你只得很少時間去控制火勢 所以除了基本設備之外 船還用了一種獨特的滅火技術 在火勢蔓延之前撲滅火蝕 系統結合了水的壓制力 還有滅火氣體的衝擊力 保護乘客和船員的安全 渡輪上面的HighFog系統 可以在五秒之內撲滅任何類型的火源 而且用水 還比傳統的灑水系統少百分之九十 船上的關鍵區域都裝有噴嘴 水會加壓, 處在缸裡面 再經噴嘴霧化才噴出來 水會形成一張面積很大的濕煎 而壓力就會將煎推低, 蓋住火源 成功要缺就是降低火的溫度 再盡快撲曬點火 系統可以由溫度探測器 煙霧感應器, 或者人手啟動 這裡還有很多其他工作要船員做 例如是留意其他船 自己的船這麼大 當然不想船身或浪弄到它們 所以船身有減浪設計 寬闊的上半浮在很窄的下半之上 很適合切開水 就算以二十五至前進 也幾乎不會有浪 在駕駛艙, 先進的導航系統 幫忙應付潮池和水流 看穿白茫茫的霧 讓船隻準時靠岸 另外還有GPS引渡的自動駕駛 可以找出其他船 在離島之間的狹窄水道航行 附近也有很多船 在繁忙水域行錯一步 就可能會觸礁 所以有個船員要隨時後命 幫這隻巨型渡輪落鬧, 緊急殺停 如果引擎壞了, 船就會自動下樓 迅速殺停所有東西 不過如果真的出事 又如何疏散那些人呢 救生艇在哪兒呢 他們很安全, 很紮實, 還不起眼 這些是充氣式救生艇 一旦真的發生事故 船邊就會彈一條滑梯出來 讓乘客擠進去 巨型自動衝起救生艇 會在滑梯尾等 系統轉為導輪設計 是現存最快的逃生系統 有了它, 乘客就可以無遮無掩地 在很高的船身上欣賞風景 還可以省下幾百萬資金 不用起一條跨越四十多公里水面的橋 再問問想駕駛過橋的人 有沒有試過有人幫你駕駛過海呢 這部是史特林引擎 這種引擎曾經做過水泵 用了百多年一直都相安無事 是現存最有效率的引擎之一 十九世紀面世 我們現在才意識到史特林引擎的潛力 它可以將任何熱力來源 很靜、很乾淨地編造動力 任何要熱和動力的地方 史特林引擎都能幫到手 新式的史特林 很快還可以幫我們家裡供電 一起看看原理是怎樣 基本的史特林要熱源、冷卻源 和活塞, 是這麼多 當用燃料加熱氣體 會膨脹推動活塞 用水或空氣冷卻氣體 就會收縮拉緩活塞 如果用多餘的熱 就不用直接燃燒 也沒有廢氣 它還很靜 這是雙活塞型號 第一個活塞推動引擎 而第二個活塞就會驅動水崩 整個過程只要用火爐供熱 理論上如果有穩定的熱源 史特林就可以輸出動力 像電腦裡面一樣 設計師就想用餘熱 透過細史特林轉動CPU風扇 有車廠在七十年代已經想製造史特林車 如果史特林這麼厲害 為甚麼不是到處都會看到的呢 因為它也有多少弊病 最主要是造價太貴 舊款的史特林很大部 發電又不多 第二樣是它引擎準備時間很長 誰會想等四個字 那車才能動呢 不過家居使用 就有些轉機 不再是砰上砰下 它用氣體燃燒的熱力 去動四個連住一個 叫做活擺裝置的護塞 這個裝置將上下運動 變成一種旋轉運動 再轉動一部發電機幫你家裡發電 在英國中部 已經有人用這種小發電廠 它叫做Rispergen 用氣體燃料 再駁回家裡的暖氣系統 當它提供熱水給你洗澡 同時散熱氣的熱力就會發電 每部機都會有發電機連接電力系統 當這部機燃燒了 你用電的時候 它會幫你家裡的燈 電視和其他電器供電 和洗碗碟機差不多大 它的效率其實很高 可以將九成以上的燃料 變成可用能源 我們日常在供電網絡拿的電 效率也不到它的一半 所以會幫你節省很多電費 距離史特林廣泛使用不會很久 太陽能發電廠 飛機引擎 說得出都行 這部二百年歷史 但是沒有什麼人式的機器 真是厲害 還要加熱水 跟碧桃機引擎 降機引擎 又《東加東神》 旅遊 位於三百年來 也許 捨佛 旅遊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